大家好,今天是5月9日,星期四 今天的市場表現得十分好 見到很多板塊都上升 所以也好 最主要就是內地的出口數據 是好了 3月內地的出口數據不好 所以外面有很多人說中國 糟了,糟了,你的經濟糟了,糟了,糟了 到了4月的時期之中,好了 那些人不會出聲 不過我們再做一個不買美股 只是看中港股市的人 就需要留意這些變化 其實中港股市的底子 是一直轉好 我已經不講美股的底子 好東西是壞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這些東西大家將會看得到的了 將會是 好了,我們現在看看 再繼續看看 行業版派方面 指半導體,保險,地產,交通設施 都是好的 地產呢 其實 我在這個大致上 是去年 年中之後 或者意思是二年 阿爺方面已經開始 將地產 列入一個正式要處理 要對付 要拯救 這個對象 但是 有很多的 報道 就是被恆大 這隻股票 說它幾差幾差幾差 真真正正 要為那些賣樓者 去做好事 其他的 好像是碧桂園 等等 雖然碧桂園最近 又遇到問題 又停牌了 我就覺得 碧桂園這些 由一個管理層 真正想 有心去救好這間公司 解決了賣樓者的疑慮 他起碼將他們減薪 減薪 減薪 很多自己的私人家當賣出來 去救 恆大不見到有這件事 碧桂園有 所以爺一定會幫他 萬科等等 亦都是一個 有心於中國的房地產業 所以又是有心要幫他 另外還有一間公司 我不說 因為現在他還未爆煲 這間公司如果有出事的話 爺爺都不會救他的 這件事很簡單 你黃皮白心的 或者黃皮黃心的 或者你是黃皮花心的 就決定了阿爺 需不需要去救你 那麼 也有很多人 證明地產方面 會有中國迷失30年 中國一直說不會的 因為政治體制不同 中國的體制一定不像日本 任資油資 而是一定會去解決問題 我只是說 用三五七年 應該看到這個問題 可以被解決 那麼大家最近也看到 現在國內 在所謂的刺激賣樓方面 真的用了很多種招數 那為什麼用了很多種招數 因為以前曾經為了要壓制樓價的上升 就出了很多限制銷售 現在逐漸將限制銷售取消 那就搞定了 是吧 那就可以讓一些東西 出回來 另外最主要就是 當然我們找到目前的經濟 因為中國的經濟 特別是就業方面有些問題 但是除了就業有問題之外 中國國內還有很多人 是有錢的 那怎麼有錢呢 我舉回一個曾經 幾年前報導過的事件 有一個在武漢還是什麼 掃街大審 原來有百多套房 為什麼有百多套房呢 因為農村千賊 所以有很多的補償 因此而就有房 維弟弟弟 都是因為這些千賊 都在國內 有些單位裡面 是舊樓換了新樓的 由於我是港人 不是內地人 所以我補償就十分之恩珠 是一對一 即是 我有國內的親戚 其實跟我同一座樓 同一座樓 他就可以一比三補償 所以我補償到他 現在已經有二十幾個物業 在收租 那你怎麼搞呢 是不是 那二十幾個物業在收租的人 他都可以收租樓 在收租租樓 以前是不讓他買的 現在可以讓他買的 所以國內的 我們對國內有些事情不是太多認識的時鐘 在報道的時鐘 又以香港或西方的角度去報道的問題 這就解決不了 看不到的問題 就像我跟他說的 武漢的數字大嬸 他有了十幾百層樓後,他也會繼續掃地 因為他以勞動作為光榮 他不會像有些人去買私人飛機 上市公司的人就會搞這些事 這些就是很實在地 他的財富是可以的 好了,我只是講一些實際事件看看 給大家看 逐個版塊之後,我再繼續看看版塊 市和農業的版塊裡面 現在有李民造市和九龍造市 這些出來的話 是實質硬是這個 紙業來的 紙業是走於一個所謂的包裝業裡面 也走在很多製造業之前 半導體不用說了 一直都在做的 現在就是比較好的 保險方面 保險方面一直好的話 我以前也有說過 因為他依然投資在國內的很多 股票什麼的東西 之前由於低迷 資產情就少了 現在好一點就好 好了,再跟著地產 地產的時候 看到了 很多是好像很細小的東西 我覺得遲些一點 應該可以有得很好的 再其次就是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一直都會有 他們會好的 是因為經濟好了 所以運輸一定是好了 好了,我們看看其他個版塊方面 昨天就一片綠 今天就一片紅了 挺好的 美團升得比較多 小米升得上下跌 然後雙湯繼續升 昨天它下跌 今天升了 然後營股基金 今次大致上升了 營股基金升得好 我猜到這裏是比較好的 大家齊齊受益 代表很多的 指數成分股都升 騰訊、阿里巴巴都升 那就比較好一點了 看看其子方面 其子方面的始終 上了來這裏之中 再跟著落到這裏 經過兩天的烏壓 這兩天的烏壓是不好的 跟著又再升上去 始終這裏 都一定要有一件事 一定要突破這裏之前的位置 突破這裏之前的高位 那升上去哪裏呢 那我自己現在就會看回 我已經是把那個 以前 當它去到這些時 我認為它會去到一百五 那現在到這裏 我開始第一個提議 它會去到兩萬點左右 兩萬點左右 兩萬點左右是怎樣看呢 周線 越線 越線的話 保利加通道的是上軸呢 就是二萬一千四百多 為甚麼呢 要看今個月 如果今個月 這個是能夠站起 以預算圖計 站起保利加通道中軸的上面呢 理論上 就會繼續 就會向繼續 上面的頂這裡是盡快的了 那頂就是二萬一 那這個也可能會慢慢下來的嘛 所以我暫時會看它 先不要那麼多 兩萬一 去到兩萬先 那兩萬到哪裏呢 這裏之前是 這些位置 就是來到這裏 但是兩萬左右 所以我就是為甚麼看兩萬左右 那這個 暫時這裏來說呢 因為在周線圖上 明天就會 這一周完結 那 這裏呢 是開始看到一顆 類似十字星的物體 那 起這些呢 這些呢 看回好像這裏這樣 可能升到一個星期 不會升太多 就會有些調整的 這個需要留意 那日線圖上面呢 就看到了 都是這裏要 有一個阻力起到 一定要升破了這個 才可以的 那這個的位呢 就應該這裏的最高位 這裏最高位呢 就是18591 18591 那 差了幾點 就升了上去 那再上去這個 這個保利家通道頂 這裏呢 暫時都保利家通道頂 18957 1957即是一萬九左右 那就去到這裏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其次的 但是其次是否可以 告訴我們 是個市 是沒有股票賣呢 是不是只剩下 哎呀 剩下10%左右 不是咯 因為現在的股市 是好好養咯 有些有些股票 那如果當那些股市 好養的話 那就可以呢 真正是 所謂賣股不賣市了 好啦 那今天 有什麼可以推介呢 第一推介就是 聯想 蛋糕